- 大家好,我是编农! 台湖即将在12月29号改版的内容,目前已经出来了! 那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明天的维护时间是早上的9点,所以大家可以睡晚一点!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总览的部分吧! 首先第一个是主队奖励,还是5倍,持续进行中,会到1月4号 那再来就是梦幻之岛更新,那里面会包括有这个风龙碎片的制作活动 这个风龙碎片呢,基本上你除了可以透过击杀梦幻之岛上面的怪物以外 就完成这个任务以外,在梦幻之岛上面打怪也都会随机去掉落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拿去制作一些这个道具,那这个明天官方才会去公布 接下来是元旦的这个纪念,他说1月1号进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领取这个新年纪念礼物箱 那里面有包括这个神秘娃娃抽卡,还神秘的变身抽卡,这是小包的 还有这个新年的烟火,这个还有特别的硬币这样子 好,那再来新年的庆典活动就是60级以上,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冬季庆典广场进行这个任务 那里面呢,可以任选箱子来获得这个奖励,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活动基本上跟这个礼拜的很类似 好,再来是五周年的感恩活动第三弹,60级以上你可以去接取任务 只要干掉1000只怪物,你就可以去拿到这个硬币箱,三色硬币箱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详细的吧,好,第一个呢,是这个五周年的活动第三弹 那它这边分成12月28号到1月4号,以及1月4号到1月11号的,就是有两周的这个活动 好,那前面第一个呢,它是,呃,一样是打500只的怪物,就特殊副本里面的怪物 好,那你就可以去获得变身制作硬币箱,还有娃娃制作硬币箱,以及名誉金币箱 就是三色币箱就对了,那这三色币呢,里面都可以开出100到1000,这边都是 好,不过它这边是没有提到这个变身币,可能还是一样啦,就是 咪咪币跟娃娃币都显示这样的话,变身币应该也是一样 好,那这来第二周呢,完成之后就会拿到这个一般副本的补充宝石,还有一个凭证的选择箱,凭证币 里面你可以开出10到50个,包括烈焰地间,黑暗修炼地间,还有一界裂缝的这个凭证 10到50个随机开,这活动基本上也是每天必须参加 再来呢,Festival的礼物箱,这个从12月28号到1月4号,就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只要在这个副本里面就进去嘛,那在里面去敲里面的这个礼物箱,宝箱 就可以获得一些道具,那里面包括名誉金币,变身币,娃娃币 还有这个会几率开出纯白万能药箱,那如果你开到这个纯白药箱的话呢 就有机会1到10个,就跟这一次很像啦,所以等于是说下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啊,去拿到很多的这个变身币 就是三色硬币就对了,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很简单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一些台币包的部分 第一个是塔拉斯的灿烂补起箱,这个890块的 这一次是给万能时间补充宝石三颗,还有这个骑士 就是死亡骑士的抽卡包,那一样是里面有1200蓝钻 第二包呢,是帕拉格里欧的特别祝福箱,这个是890的 那里面有硬币选择箱三个,还有神秘抽卡包,两个是随机的 所以说你只要玩抽卡,顺便补一些硬币的话,补一些名誉币 因应未来狂散式改版,或者是下一次的进入贩售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购买这一包啦,好,接下来这个特罗斯的神圣箱组合包 它是2990的,一样里面是有这个特罗斯的变身抽卡 还有最高级的抽卡选择箱,还有神秘卡的这个抽卡包的选择箱五个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每天抽抽抽抽抽抽,一直抽到爽就对了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哈维的资源箱,这个是150块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补两万个名誉币 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抽卡,给大家玩一下,我过过干瘾这样子 好,再来下一个是亚修的这个神秘箱,这个的话呢里面它是300块 里面会给你400个蓝钻,以及纯白万要五个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补赚包啦,如果说你的赚量需求不多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礼包,就是商城这一次主要礼包,就是这个格拉迪翁的补给箱 这一次里面,它这个礼包一样是可以买八个,那里面有这个最高级卡片的选择箱,一个 然后两个柴获选择箱,这个跟之前不太一样,还有硬币选择箱三个,以及这个凭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柴获选择箱呢,它这一次是这样子,里面打开之后你可以选择守护石,祝福圣水 高级祝福粉末箱,或者是龙之钻石100个,这一次是没有这个什么三色硬币箱或名誉币箱 好,这一次是没有的,这个要留意一下,那这个凭证呢,如果你拿去制作的话,两张你可以拿去制作神秘变身抽卡包的选择箱 或者是柴获的选择箱,或者是硬币选择箱两个,就等于是一包里面会有一格的,这种意思就对了 那你也可以用满四包,就可以去做这个最高级抽卡包的这个选择箱,那这些都是100%制作的,那如果你是重申服的话呢,看一下,这边是可以做这个变形怪首领的这个项链,当然是1%的几率啊 99%呢,会拿到这个硬币选择箱这样子哦,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台服这个礼拜的更新内容,这次维修时间到9点,然后大家记得明天的这个梦幻治导活动,基本上你一定要去参加,还有这个festival活动,还有感恩的活动,这些都要记得去参加,好,分身流浓起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